哎你好哎来大爷哎 后边是谁呀啊这是我姑娘今天我还有下一家太忙了就是今天他替我一天跟人家干活行吗 啊那他 干过吗之前 没有那能收拾赶紧吗能能没事你放心 老顾客说行啊你行那行啊你行啊那行啊那让他收拾啊你告诉他怎么怎么收拾行我行我交代他就完了啊对对对那你去吧对对啊我就走了啊我让他跟着干啊行好 哎好了拜拜啊拜拜大爷 你进来吧 呃 来随便换随便换 好嘞 这个 我家吧就是这厨房需要收拾啊然后这些箱子啥的不用动就搬家什么还得收拾行 然后就地擦的红灰 洗手间需要收拾收拾主要是客厅客厅有点乱走 你有经验吗 没有经验等我能干好 呃反正咱这次是三个小时啊啊三个小时然后你要是实在干不完的话我觉得 没事就再加一小时也行啊行好的 你就开动吧呢 嗯好嘞好 那我我我上房子里等你啊行好的 收拾完了吗 人呢 你干嘛呢 啊 你喝自然水了啊 我渴了 冰箱里边不有水吗 我没有找到冰箱 厨房你不是去过吗 没有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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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来 这不厨房吗 这就冰箱吗 确实没有环节水了 来这这这这这也能喝了 那一杯 你自己倒吧 谢谢 谢谢 新的你自己拧开吧 哎 没事他打不了 怎么还能喝自然水呢那玩意喝完不坏肚子吗 哥打不开 我也打不开 你天天干活你还没有劲吗 你多大了 20了 那不上学呢 上完高中就没有上了 那啥不上 家里 情况吧 哎呦我瞅你这个费劲 真的打不开 你握住 好 看 上完高中以后就一直没上大学 没有上了 然后你现在你的工作就是跟着你妈就是 到处做保洁呗 因为你偶尔也干个别的兼职 兼职什么兼职 比如呢 比如说奶茶店什么的 奶茶店 做奶茶 对 那这工作背挺好的 你该喝喝你的 好 是不是都收拾完了这屋里 收拾完了 都完事了 嗯 这个那个我检查一圈 然后 这边洗手电力 里面是我刚擦完 它可能没有搭 没拿头不擦 我用 毛巾就是擦的 嗯 行 然后这边这个 桌子上的东西我也没 不知道放哪 就直接摆上面 行了把这就行 对 然后这个 花瓶 花瓶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开它 然后里面有水没倒出来 这是花瓶吗 啊 我尝尝买的花瓶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不是吗 那是阴香 啊 那是阴香啊 听声的 哈哈 嗯 那我就问 花瓶 外面擦了一些 嗯 然后 行那别的就不用管了 嗯好 咱们是 大概三个半小时 我就按四小时给你算呗 行 嗯 可以 然后我钱我直接到处转给你嘛 我也没有你微信 行吗 嗯行 那辛苦你了 嗯 那收收收东西吧 好 哥那我就先走了 然后这个垃圾 我帮 我这边人一起带走了 行 好 谢谢啊 嗯 哎 那个 明天我可能还有几个朋友过来 上我家吃个饭 聚个餐饭啥的 可能还得挺乱 你后天还有时间来吗 有 有时间的 那我怎么约你啊 跟你约时间 找我妈就行 我给她发微信就行吗 对 那后天你妈要是有时间自己来收拾呢 那就 我妈来收拾 你是要我来收拾吗 我觉得你 烧着的还挺干净的 嗯 那我这边 找我妈然后让她来找我就行 也行 行行 行 好嘞 那就再说啊 好的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好 拜拜 垃圾不拿吗 我等一下 收拾 好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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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